回来新闻时间 上岸5号月球探测器凌晨在内蒙古着陆 完成中国首次月球采养任务 探测器上采集样本的装置 由理工大学研发 理大形容采养非常成功 上岸6号会继续用理大技术 采养装置搭载在在着陆器上 到达月球后机械臂伸出采养 产起月球表面松散土壤 为面装得太满 要振走多出来的碎片 去除大件的样本 装到太金属容器运回地球 今次带走了两公斤样本 研究团队说登月前测试过千次 才令到今次的采养过程顺利 预告上岸6号采养器 也会由理大研发 将会吸取今次经验改良技术